很多美国人认为在中国发展事业会很顺利 但资料显示在中国做生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为什么呢? 尽管美国人与中国人在语言上的表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因为有些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会产生很多误解 还有沟通上的问题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我是Kristen,现在是一名UCLA的大学生 那我今天就会用我个人的看法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经历来跟大家谈一下中美商业文化之间的差异 告诉你如何在中国建立人际关系 还有协助你在中国的发展和前途 先从沟通方面讲起 中国作为全球贸易伙伴 今年逐渐向高科技、数码科技发展 线上的工具比如腾讯VOOV、WeChat还有Zoom都是在中国非常流行的应用 也非常适合当今疫情的局面 终所周知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 微信都成为了中国人不可缺少的沟通工具 微信使用简单以及多元化功能使人们都很喜欢用它来与客户还有同事们交流 然而比较重要的文件还是用电子邮件来传记信息 相反在美国 电子邮件、Slack、Zoom还有Begosoft Team和Discord都是他们日常的沟通工具 所以到中国工作的外国朋友一定要记住熟练微信的多元化功能 第二,在中国文化里中国人性格比较内向韩序 恰恰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注目 他们谈话中都会避免发表相反的意见或者有关自己的个人观点 中国每五年都会推出一个发展计划 举一例,中国政府宣布在2021年国内生产种植增长目标定位6%以上 所以中国人还有企业都非常支持中国政府的政策 现代中国商业思维就是集体利益排在第一 企业排第二还有个人利益排第三 一直以来美国思维、自我意识和追求自我表现比较强 所以在商业谈判的时候 美国人更关注的是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 另外他们经常都会说我认为我觉得这是开场白来发表个人意见 总而言之如果想到中国创业 一定要记得关注有关中国的政策 以免失去一个巨大有潜力的项目 第三,一般来说西方国家说话比较明确 喜欢开门见山告诉他们内心的想法 相比之下 与中国人谈判的时候 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对他们说的话进行解码 小姐你看了我给你发的计划书吗 好久不见 我看了你的计划书 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我威信你吧 你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回复我 因为我很希望和你合作 啥 中国人传递信息的方式属于 在言外用完整的方式来告诉你他们个人的观点 为了免得失去日后合作的机会 他们不会直接的拒绝你 而是用以历代人的方法让你猜 好的没问题 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有机会合作的 第四 关系与礼物 无论你在哪里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中美两国都是一样的 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就代表他的决策权越有利 那唯一不同的就是中国人比较注重阶级文化 从小中国人就学会专重老师 那长大以后就专重上司 所以下属在节日里给上司送比较贵重的礼物 也是代表有诚意建立关系 此外中国商业建立关系都是为了得到长期合作的机会 但在中国送礼也有禁止 比如一是不能给长者送挂钟或者手表 因为钟的发音相当于生命结束的意思 二是不能送鞋子 三是不能送力不明的石头或者古董等不好运气的竞品 到这里我想跟大家总结一下 由于中国发展速度一日千里 人们知识和生活水平提高技术发展与欧美国家看齐 大体而言如果想在两地工作的话 就一定要知道市场的情况和优势 还有我之前所说的一些文化的差异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